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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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万路门什么情况 陆昭瑶好像生了什么病 顾寒光最近经常出入五额殿 但不知其中的内幕 小艾 想不到你竟然也被爬了万路门 紫玉姐 他俩刚才已经看见了 若是不出去 我便再也回不了万路门了 叛徒 要杀要剐 随便 行事招摇不重要 海购免税最重要 比免税店还划算的网易烤拉 邀您共赏招摇 秦千贤 我们终于见面了 真神 听闻情歌主一向慈悲心肠 今天我们麻布有趣的 大家不要慌张 这到底怎么回事 江五 别伤自己人 卑鄙 是你死 还是让他们死 选吧 苏凡 闭上眼 默念心法 念完了再睁眼 是 哥 哥主 念经也救不了你了 秦千贤 给老子滚出来 看来你是准备让其他人死了 他们是无辜的 没有人是无辜的 你也不例外 我不是你的一时之师吗 来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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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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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宗门只想审判秦千贤 并不想伤害无辜的人 如今江武 请让所有人死于此地 我宗门应当一致对外 你扯阵法 与我合作 先将江武黑气解决 如何 宋爷师兄 万万不可 这竟然狡猾无耻 但不能信他 全部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 难道任由黑气宰哥 仅凭我等之力抵抗着黑气 再拖下去就是个死 千尘阁的人亦是如此 只有进千尘阁 助秦千贤斩杀江武 我有一些生计 苏颜 我宗门众人已将武器放下 生死交出 你若还犹豫 便是助纣为虐 往复千尘阁 撤 先战江武魔器 反千尘阁弟子 解地藏印 共遇江武 你现在能杀了我 但众生的性命 却在我手上 只要我轻轻一握 千尘阁内外的人 都得死 想清楚了 哼 哼 呜! 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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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千贤 你的宗师之力是我的了 从今以后 你将无法再造杀戮 我想要的我已经拿到了 剩下的交给你了 所言 务必将这心灵交给万弱们 各主放心 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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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下其恩 从今日起 我前尘阁与宗门再无关系 江五 不是说好我带宗门弟子前去 仅做威逼之用 你怎能如此下作 不仅残害前尘阁弟子 还差点害了我宗门弟子的性命 如今我在宗门生命浪迹 你 你被千刀万剐 尚不足结我心头之恨 你要是看不惯 来杀我呀 可你没本事 这能怪谁呀 行了 别再生气了 生气该不漂亮了 再说了 最后不是也没事吗 那是好赌 万一秦千贤不认输呢 那便杀到他认输 你是个聪明人 别总在意过程 结果好就行了 你不是想要 宗门之首的位置吗 我给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即便你现在声名狼藉 我也可以让宗门那些 看不上你的人 对你俯首称臣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让他们封你为尊 安柔 不必救我 集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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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这么急躁 我今天用眼皮一直在跳 心里慌得很 我总感觉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能有什么事 你说什么 秦千贤出事了 将我以宗门中弟子的性命 要挟秦千贤 秦千贤为了救弟子们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这是真的吗 不行 我要去救我大伯父 等等 江五现在可还在千尘阁 早已离开千尘阁 秦千贤昏迷后 江五好像并没有要对付千尘阁的打算 他是为秦千贤而来 会没事的 着任去趟千尘阁 看看能否帮上一二 你 你要想去 我不拦你 但是得交上时期 让他保护你们 好 如今只能这样了 好 这么晚了 今仙还未休息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 白日里睡多了 夜里睡不着 想四处走走 不想却走进了祠堂 遇到江门中 我也是半夜 梦里梦见父亲了 所以特地跑去给他上煮箱 当年 你的父亲在宗门 也是德高望重之辈 可惜了 我听闻 须宗门有一秘笈 炼之可得无上力量 或许可以解江家之诅咒 其前有所不知 虽然须宗门历代保管秘笈 但却无人敢炼 这是为何 这秘笈之中的记载 大多是有为宗门正道 杀戮之气极重 而且极难驾驭 如此倒是可惜了 可惜虚宗门门主 人心人德 究竟天下人 却救不了自己 医者不自疑 明轩受江门主医治之恩 无能回报 心中惭愧 今仙只需要好好 调养自己的今生便可 宗门之内 需要今仙早日回归 主持大局 多谢江门主 来 好 许宗门虽然历代保管秘笈 可却无人敢炼 看来 看来 许宗门仓有秘笈 却有此事 若我炼之 说不定能重获力量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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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 怎么了 你戢了 我不能痛vas那 我赢了 我 Plaza 我培着 kom кон文王 炼之神 啊 你什么 dafür 是你在背后阻止我的 我说过 从今往后 你也别想再造杀戮 你管不住我 秦谦显得破功法 杀个人都不让 阿妩 宗门的人到了 关起来 我赢了 不是最后一个人 可以化掉出去吗 来 为光明的前途 我们喝一杯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你们 不过没关系 我们的目的一样就行了 你们想破万路门 我也想 你们想杀立尘兰 我也是 但以你们宗门现在的实力 所以今天 应该是我们结盟的日子 我劝你们 把这杯酒喝了 我开始 这耻辱之酒 我喝不下去 请你喝酒你不喝 那便送你去喝孟婆汤吧 这酒我帮她喝 我现在有点欣赏你了 以后这宗门的事 锦绣说了算 而这天下的事 我说了算 都明白了吗 许久不见二位姑娘 师父就在房中 请送我来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他们这样不会打扰到 你们阁主休息吗 这些弟子 都是自愿来为阁主祈福 希望阁主能够逢凶化吉 况且这些祈福语 本就有静心之用 所以 十七姑娘你大可放心 二位请 大伯父 大伯父 阁主心怀悲悯 为了千尘阁弟子舍命相救 至远 至远姑娘请放心 我素颜和千尘阁弟子 一定想尽办法让阁主醒过来 我大伯父能如此选择 一定是随了他的心的 我想 他一定不会后悔 至远姑娘 这是阁主让我交给你的东西 心怜 苏颜 务必将这心怜交给万路们 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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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我有完成戈主交给我的任务 那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 看天意吧 喂 你别睡了 起来陪我一起玩嘛 一个人睡多无聊啊 大美人 此物是个女魔头性命 怕是不能耽误 大美人 十七 我们该回万路门了 骗子 你不是说她很快就会醒过来吗 你把鸡腿还给我 我们先回万路门 说不定 女魔头和立尘兰 已经想到办法就大伯父了 对 门主一定有办法 走 咱们这去启程 咱们再来 到你来做主 还有 你以什么身份 唤我二人前来 看来上次在江五那儿 吃得慢亏 还不够 别废话了 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秦谦贤之事后 二位可能对我有 诸多误解 与江五合作 对我而言 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江湖需要制衡 万路门独大 更不能任由其发展 让他们与歪门 邪道互斗 岂不正好 有话直说 江五此人性情乖章 与他合作 如羽狼共舞 不可不妨 若他真有一天 踏平万路门 到时候这江湖 便是他的天下 你我 也再无翻身的机会了 你 先借江五之手 杀掉秦谦贤 而后 又想坐山观虎斗 锦绣 你这如鱼算盘 倒是打得响亮啊 持之事是通透之人 你且思量思量 我这话说得对不对 你待如何 我的谋算 还得看二位 是否愿意配合了 你不愿意配合了 你也不愿意配合了 锦绣 你怎么 你怎么能这样做 我这么做 是在保你性命 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这样保 秦阁主舍身救下宗门弟子 陷入昏迷 姜武其罪可诛 你竟然让我与他为伍 我做不到 小月 我欣赏你的傲骨 可我们已经是局中人 身在局中 赢则生 输则死 我们得好好为自己谋划 我看你现在 就待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杰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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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绣 你让我出去 锦绣 你们好生照看他 你放我出去 如有任何情况 随时向我禀报 锦绣 是 锦绣 你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 林姑娘 你这万路门的布房图 也画得太久了吧 我明早就给你 好 那我便再等你一晚 吃直视还有事吗 近日 还望林姑娘 少在江湖上走动 我宗门与江武联手 共同对付万路门 当然 我宗门自不愿让的小魔头 押上一头 所以 还望林姑娘这段时间 韬光养晦 待得他日 江武与万路门两败俱伤 我等黄雀在后 再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可以 不过也请池门主 记住你答应我的 攻占了万路门之后 陆昭瑶是我的 好 今日接到消息 秦先先昏迷过去 大概再难苏醒 你还没想到 诗七和直言姑娘 即使拿到了新莲 此后 也怕没有人有法力 可以催动新莲 那六道金当 我知道 秦谦贤不行 拿回新莲也没有用 照耀共犯单一恢复 他还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抱歉 没有关系 陈兰 我知道你素来隐忍 可一旦事关招摇 你便方寸打乱 你愿意发脾气给我看 也证明你对我的信任 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我再去一趟棋职地 但愿空空破那里有什么头绪 我再去 小丑八怪对你发脾气了 倒是搞得我有点羡慕 你倒是祸大 过了这么多年 死也死过 活也活过 还真没什么怕的 要说现在唯一害怕的 便是那小丑八怪伤心了吧 好了 不跟你多说了 我去洪世林禁地找他了 嗯 前半还有什么呢 我还要给你 给自己上分这种感觉 还真奇妙 别胡说 回头让人把他退了 退了个麻 放着好看 算是种美好的纪念 别说你了